好的,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秋空过来我们城市大学,英科一天 我来到差不多四十九个字,我就会讲一下我们School的Energy的Program 我是Dr.Edwin Cho,我首先分享一下我的PowerPoint 大家看到那个视频,看到OK,Hello,再一次欢迎大家过来 我是Dr.Edwin Cho,major leader 关于Energy Science Engineering的Program 在我们School of Energy Environment 我首先会用大概半个钟的时间去讲一下我们这个Program Energy Science and Engineering,然后我的时间会交给我们的Final Year Student 都是在现场的,就是Tony Wong,他会分享 由学生的角度去分享这个Program 他有什么想分享给大家,或者有什么得着 首先关于我们,我们是香港城市大学能源求环境学院 在我们的学院里面没有任何Department 我们是自己独立的,这样就证明了一样东西 就是我们大学很注重我们这个School的发展 所以是没有任何Department 是自己的School来的,我们是成立于2009年有12年的历史的 是第一间学校在香港做一些关于能源和环境方面的研究的 我们的目的就是想成为一个Leading School 在亚洲去Foster一些跨学科的方向,以及Disciplinary approach 去develop一些可再生能源和和环境相关技术的一个学院 我们现时有33个Faculty member,即是教授 我们都会再扩大 然后我们学生的数目,我们本科就有276个学生 就由Year 1到Year 4 我们Master,即是碩士有大概94个 那PhD学生有110个左右 那所以overall大概是一个400个学生在我们的School那里 那我们想训练我们学生有,我们一直强调以下7大的Count 就是我们想训练我们学生 或者想我们学生经过我们这四年的一个课程 他们是可以有以下4个的能力 第一就是technically comparison 就是说我们希望他们过来可以学到一些technical方面的知识 他们会知道了有些什么是renewable energy wing energy,那些tumber怎么运作 formal flora,那些很technical的technology 我们其实第二个就是interdictionary 就是说我们希望我们的学生过来 其实不是只是尊重于比如说engineering 我们都想他们可以在环保或者是policy economy,经济,政策,environmental impact 那方面都有相关的知识 所以是跨学波的科程 然后我们希望我们的学生可以有能力去解决这个问题 是independently去解决 因为你之后出了去做事四年之后 往往都其实在公司做也好 或者处理一些问题都好 我们希望我们学生有能力可以解决一些问题 独立的有一个critical thinking 批判性的思维 接着呢,第四个就是我们希望我们学生有一个创新的思维 以及有一些创业的精神 因为我们现在香港政府都大力推行一个创新或者创业一个这样的趋势 想融入去我们有不同的区去做一些不同的创新创业的一个技术 所以我们都希望我们学生有这一方面的能力去做一些新的innovative 创新方面的事 接着我们希望我们的学生可以是一个懂得沟通的 因为你沟通其实很重要 你出去做事 你和你的supervisor 你和你的同事 你和你的下属 其实都需要一个良好的沟通的技巧 所以我都希望我们要训练 不单止technically的知识 都要训练他们成为一个effective communicator life long learner 我们希望我们学生可以学道佬 活动佬、学道佬 就是不是只有这四年的时间去学东西 那四年之后他们都应该有这些这样的ability 或者是这样的精神或者的mindset 去keep着学东西 而不是只是在课堂上面 完了我们四年了 那我就知道不用学了 我们不想有这样的concept给我们的学生 最后就是我们想我们学生有一个google mindset 不是只是知道我们香港本土发生了什么事 我们都希望我们的学生有全球性的视野 they should be aware of what happened outside Hong Kong OK could be in Asia could be in globally 这个其实很重要 因为我们现在其实全球竞争成为 不只是要了解 知道香港现有能源和环境方面的问题 我都希望知道可能其他北欧 欧美都有一些 我们未必会接触到一些关于能源和环境方面的问题 那我们undergraduate education 就有两个 分别就是energy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第二个就是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EVE 那我同时应该今早就讲了EVE的课程 那我今次主要是讲EVE这边 那我想强调多一次我们两个program 都是香港IE 就是香港工程师学会 的意思就是说我们 你们学生结束了这四年的课程之后 如果一家公司会提供Schem A training的话 那学生如果我们毕业生去到那里做 就会有一个short cut 就是快一点可以成为一个charter engineer 正常来讲要多过六年或以上 才可以做这个charter engineer 但是我们如果在香港IE accredited 大概四年就可以去申请这个 这样的charter engineer 一个application 所以是一个short cut 因为我们就是两个program 都是给香港工程师学会所认可的 当然有些学生可能我读了energy 但是我都有兴趣想知道一下environment那些东西 那其实学生都可以拿回一些 譬如说minor的 例如atmosphere climate science 或者我想做一些sutability的study minor 我都可以去读那些东西 那当然如果有一些是做了environment 我想知道一些energy 能源方面的知识 那我可以minor energy technology 那e star呢是我们新的一个screen来的 那e star的名字呢全名叫做 energy environment i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advanced research 那我们这个screen的 这个screen主要是两样东西 第一样就是学生可以去 其他原校在CTU的方式 例如现在很流行的big data大数据 那这个是其中一个我们 譬如说我们读了ese energy science engineering 那学生我想了解一下大数据有些什么 那他都可以通过这些screen 去拿回一些courses 在大数据那个部门提供一些courses去学的 这个是其一 其二就是我们这个e stream 就给学生可以一对一 和我们faculty member 即教授 professor去做一个研究 那除了因为可能有些学生 入到来我不是只是想学知识当然 但是我对研究都有兴趣 那我们都提供了这个途径给学生 可以和一些教授一对一做一些研究 看看他们developed 他们的research sense那些东西 那我今天就是讲一下energy那边的东西 那什么是energy engineering呢 那energy engineering主要就是adjust 一些energy issue的和一些associated environment 和环境相关的问题 那我们都知道其实我们现在有能源危机 那么尤其现在你看中国的电厂 又shut down 不知怎样渴电 然后一些煤的价钱高了 这些全部都是之后越来发展 在这些这样的情况越来越多的 这些就是能源危机 那我们需要我们有一个能源工程师 就是energy engineer 那我们的课程就可以正正可以提供到 这一个这样的training 给我们的毕业生成为我们未来国家的动量 成为一个能源工程师 那么能源方面有些什么呢 就包括以下那些东西 譬如能源最主要是如何energy generation 如何发电 那我们有些科目就会教学生 发电厂是什么发电的 那些工作原理那些煤 那些天然气等等 第二个就是能源的储存 energy storage 就是譬如现在有些最新的technology 叫做hydrogen energy 最新的新的氢气能 那如何去储存那些hydrogen energy 又是一个学问要学生去学的 那当然了还有些renewable energy wind energy 譬如如何去设计一个wind energy 为什么wind turbo是三个blade 不是四个blade 不是五个blade 为什么我们怎么去optimize wind turbo的efficiency等等等等 这些全部都是 除了wind energy 还有tidal energy marine energy 那些知识 其实我们在课程里面都会 在这个我们的program 都会教给我们学生的 然后就是energy management的efficiency 就是可能在香港比较多 就是关于楼宇 我们怎样去做的energy management 在楼宇里面的 我们楼宇其实用很多电的 冷气啊 灯啊 照明啊 煮食啊 全部都是用电 但是我们有没有好好地去管理 它们的能源的使用呢 有没有可能去省回能源呢 达到我们香港政府所说 在2030年之前的一个炭中和的目标呢 OK 那这些全部都是有一些方法 我们提供的 比如energy management in building 这些这样的知识 那最后就是energy related pollution control and treatment 都是我们会教给学生要懂的东西的 那我刚刚讲到呢 我们的目的呢 是train一些能源工程师了 他们提供一些很innovative solution 去一些energy crisis 能源危机 和一些impact 去到一些环境上面的 不单只是在香港发生的 我们都想学生知道了全世界到底 我们发生了什么呢 关于能源和环境那方面的 那当然我们year one 就要学生要知道一些 简单的fundamental的principle 关于energy standards 譬如那些mass physics 那些简单的calculus 那些statistics 那些全部都要有 然后到year two year three 就会学一些关于能源管理 如何去设计和分析能源的系统 发电厂是怎样运作 再生能源是怎样 好像刚刚讲 能源管理在流域里面是怎样做 怎样去做到energy audit 那这些全部现在现时 比较流行 或者全部都是要知道的 将来我们学生出去做一部 无论是哪家公司 都会涉及到这些知识的 那我们的curriculum 我们分为两部分的 这里第一部分 就是我想说就是在课室里面发生的事 就是in class curriculum 我们其实都很注重我们学生是out outside class curriculum 因为我们只是提供科馆上面 知识是远远不足够的 所以这个第一部分就是in class curriculum 那么它是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我们叫做gaming education 那么大概三十个credit 三十个学分 那么学生大概要听一些英文 历史 哲学 英中文 那些比较general education 那些背景的科目 通常都是year one 头一两年会读完 这些gainway education 跟着我们学校会要求18个学分 是一个逼收科目来的 那些就包括刚刚说的 比如微积分 physics natural science 统计 这些那些 因为将它们打好那些基础 才可以做到一些能源相关的 engineering related study 然后我们的能源科程 能源ASE 大概要学生要 take 73个credit 关于它的major requirements 这些可能包括就是一些renewable energy energy management in building thermal fluorics 那些和能源相关的科目 那我刚刚说到什么是e-start stream 就是一个energy environment science technology advanced research 我们简称e-start 这个给出两个program 那就是我们energy science engineering major 和我们另一个environmental science engineering 那两个都可以行这个e-start的stream 那我们其实两个目的 我刚刚说到就是research 我们可以提供机会给我们学生 和我们那些faculty member 一对一做进行一些研究方面的做一些研究 那就提升他们不单止在科本上面 都可能选择成为将来的一个科学家 那还有一个就是一个minor study的 那我刚刚说了 譬如我想我不单止要学到energy 和environment相关的知识 我对那些management 我将来想做一些manage team的人 那他都可以去回我们其他部门 就是我们和那个business school 都会offer一些management相关的一些course给我们 或者我对大数据有兴趣的 那我去拿一些data science的科目 或者我对那些it computing有兴趣的 那都可以读那些都可以的 那这个就是我们想穿回一些研究的人员 不单止在any人员 但是都有其他方法都要有相关的知识的 OK 那这个就是我讲到了 这个部分就是我们在课室里面发生的事 就是学生要来到CTU去上课 要考试要做功课的 那另一个就是我们很强调的 是课室以外发生的事 那我们简称就叫做integrate enrichment program 那以integrate enrichment program 就是happen outside the classroom OK 这个我们都很注重 我们希望我们的学生一日到来我们学校 我们的school of energy environment 就要知道要plan定他四年之后 他想去哪里做事 我想做哪一间公司 我想做consultant contractor 或者是政府 或者其他financial那些东西 所以我们这个课程呢 就是想早点令到我们学生知道 plan好他们的career 那有些什么呢 比如说我们会定期有一些 我们跟公司有些签了MOU 就是有些industry ready program 那有些公司会提供很多个internity 给我们的 那我们学生可以暑假去那里做些intern 知道究竟那间公司做些什么 什么盘分给我们 早点踏入社会 跟别人去接触 去做回了解那行要做的东西 那我们还有industry mentorship program 我们有很多不同的mentors 来自本土的大公司 那他们mentors 就会我们有些学生 就跟那些mentors一对一会对话的 那mentors会share回公司方面的experience share回给我们学生的 然后我们还有student chapter student exchange career 我会逐个逐个详细这样讲一下 那我们想说就是这两边是一样重要的 课本上面的知识 和课本以外的都是很重要的 那我们就讲一下 Internity Enriching Program 第一个就是那个industry ready program 是今年我们launch了的 那就是一个业界和我们SE 一个collaboration 我们的目的想增加我们学生的就业率 那我们其实这个industry ready program 是有两样的 一就是internity 第二就是training training就是有以下公司会提供 例如CLP 中店 香港green building council 香港绿色建筑 绿色建筑 跟着其他的公司 Bin WWWF 他们会提供一连串的training给我们学生 我们学生去take回他们 那些人来说都是公司里面那些 很senior一些professional 会来说 share那些知识给我们学生的 那这个第一部分是training 第二部分就是internity 我们学生是如果入了这个program 我们的学生呢 就会去那些公司呢 为其一个成或者一个学期 或者一个summer 一个internity的一个 十多的一个机会 那我们的partner 有多过十个 我们的internity partner 大概三十个 那就包括以下了 那我们strategy partner 就刚刚提到中店 WWSNIDER 除了螺丝建筑协议会等等 那我们industry partner 在energy那边很多的 这些只是一些冰山一角的例子 那我们有IROP 有YMCA 有中店 港灯 WPWPCCW 等等等等 我就不说了 那我们environment都有很多 WSP 那这些公司全部都已经 和我们学生提供了一些internity的机会了 那career talk 我们定时呢 每个月或者几个礼拜 就会认为那些internity的那些professional 来到我们学校 可能现在日程呢 就会转回到online的形式 就是来讲一个talk share他们那些公司的背景啊 那些人的工作上面的经验啊 那些story 给我们的学生知道 那令到我们学生更加知道 这间公司究竟是有些什么 将来会做些什么的 如果交易了的话 那这些都是我们定题会搞的一个sharing 那mentorship program 就是我们会有些mentors 那一个mentors 可能带一至两个学生 为了一年这么久 就是想给我们advice 给我们学生知道 究竟你们得了热之后呢 去做事会在什么情况 还有给一些advice 给我们的学生去做 好好地计划好一个career 那student exchange 我们其实这方面都很标青的 那就是说呢 我们其实我们所school level也好 institute level也好 我们很多global 全世界的学校呢 都会有和我们学生呢 都认为 有些大概三成以上的学生 都会去到那边做一个exchange的 有些可能一个新码 有些可能一个semester 那我们这些exchange的大学呢 要cover有些亚洲 有些是欧美 等等等等的 那我们都有student chapter 那student chapter呢 就是想训练回学生呢 有一个可以呢 develop他们的sense of belonging to我们的SE school of energy and environment 还有我都想 我们的学生有能力去搞些活动 去develop他们的沟通能力啊 领导能力啊 leadership skill communication skill how to work in a team how to be a good team player 这些所有这样东西呢 搞活动呢 都会through这个student chapter 那我都是这样 是这个student chapter的advisor的 那我们今年呢 就有十二个学生呢 就是放了一个student chapter 去promote我们的school 有些是搞一些比赛啊 参加一些比赛 或者搞一些摄影比赛啊 跟着呢 就跟业界有很多不同的接触 都是靠这些student chapter呢 去organize这些这样的event的 那admission了大家都很关注的 收心了 那我们呢 Juplus的number呢 JS101051 那就有两个major option呢 就是有ese energy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和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那无论怎样 其实呢 简单来讲 year1来讲呢 你们不会有declare major的 就是换句话说 你不会说我Juplus 我想到ese 我想到eve 其实不会的 在year1大部分都是 选择score of engineering 然后在year2才会declare 我想到energy 我想到environment的 那我们大概1年收心是60个 那课程是4年的 是的 那after1年study in our school they will enter one of the major OK 那我们收心呢 就是一个minimum 这个是minimum最低的 当然这个未必入到 就是3 3 2 2 3 3这样的一个收心 那么中文要3 英文要3 数学compensory2 通识2 然后elective1 我们有些要求的是elective1 包括minim2 即是level3 in one elective subject 例如就是bio chemistry combined science integrate science 和physics 那第二个 elective呢 都是要求level3 in any subject 是的 那我们都有weight的 其实 那就是譬如说 我们呢 weight 我们看回 我们weight的最多 应该就是数学 compensory part 我们weight2.5的 即是你数学考得好 那你的weight weight了2.5 就会高一点 那英文就weight2 中文weight1 通识weight1 那elective那里就是 weight2.5的第一个 那包括以下科目 就是bio chemistry integrate science 那这些是weight2.5的 那有些是weight1.5的 第二个elective 就会weight1.5 那如果这些科目 就是1.5 这些就是other elective subject 就是weight1的 是的 那我们主要 你看回都是想学生 要多些 和science的背景相关 有physics science chemistry 那些呢 有少少优势 那我们的毕业心 我们的毕业心呢 其实呢 横跨的范畴很幅的 那譬如说 有些去做做energy engineer 能源工程师 那提供了 譬如说政府做 transportation 架份文 或者一些uternity 就是中电 港灯 煤气公司 很多这些 那我们都还有graduate 是做environment的 环境相关的工程师 譬如environment consulting 环境顾问 property manager real state development 我们都有些 因为我们的课程 都会提供一些 环保相关的政策 policy 所以有些都会去政府 或者提供一些advice 去相关的能源 环境 和可持续性的一些政策的制定 然后financial analysis 这些都会是一个 我们毕业生会做的行业 还有consultant 例如在NGO里面做一些consultant 或者其他那些 有些可能继续读书 去外国继续读书 留在石头读master phd或者行业生学都有的 那这些就有些例子 我们的毕业生 譬如说这个Georgia 现在在Snyder 有一个很出名的 一个电子行业相关的 控制相关的公司 跟着我们这个Evonne 毕业在政府的環境 環保署做 跟着这个SOE 就在Arab 就是一个很大的 出名的consultant公司 我一讲澳洲的Snyder 那个剧院 其实就是Arab Design 那是一家很出名的 一个consultant company 那是Siemens 其实这些都是一些例子 我们很多graduate 都在香港 或者其他Google 很出名的公司做事 现在 我刚刚都讲到 我们的毕业生 都会继续读书 因为为什么呢 我们的课程四年提供到出来 不是只是专业 是Engineering 有些是Science 的科目 有些是Environment 那其实把他们的基础 打得非常之好 所以他们有些 我们有些学生 去了美国UC Berkeley 继续修读那些Master PhD的Degree 因为我们提供了 给他们打好了基础 那他们很容易 去到其他大学 继续新学的 那我想我的分享 差不多到这里为止 那这里有些QR Code 都是关于 那大家有时间 可以数一下QR Code 有些Facebook IG YouTube Twitter 可以继续我们的搜索 会得到更加多的资讯 关于我们的学校 关于我们的课程 在发展 那我想我的分享 就去到这里 那我将之后的时间 包回给我们一个 Year 4的学生 叫Tony 那他会分享回 他作为一个学生的角度 看看这个program 他有些什么研究 和大家分享一下 那我先分享一下 那我将时间交给Tony 好 谢谢Dr.Erin Cho 那大家好 那我就是Tony 那我今年呢 就是这个四年班生 那我主修呢 就是ESC 就是这个能源波及工程的 那刚才Dr.Erin Cho 也说了很多 课室里面的东西 那我今天就会主要 集中起 就是课室以外 一些extra curriculum 或者一些实习上面 有些什么 就是经验 那 那 那譬如有些实习 有些exchange 或者一些competition 那我都会分享一下 那 那 首先这个 learning experience 或者一些expected 的learning outcomes 那其实Dr.Erin Cho 也介绍得很详细 那可能这一部分 我就会 就会skip了他的 好 那首先第一个 就是这个 Energy and Environmental Society Ens 就是一个学生会的形式 那其实就是 我当时进来 Ear One的时候 就加入了这个Ocamp 那其实就有一些 师兄姐 那其实就 就给了很多资讯 我关于怎样 选择 就是有些 入读的要求 或者哪些 Gateways Education 会比较适合我们 SE读 其实他都给了很多 的资讯给我 那我就可以选一些 很适合自己 就是心仪的科目去选择 另外就是 可能申请一些 就是可能学资处的 一些贷款 资助 或者其他可能 Hall Life 你喜欢 那其实他们都分享了很多 那其实 所以我就决定 就选举为 这个的 Community Members 就给回这个 Feedback 给下一届的Freshmen 那另外 那其实我就 在Year Two 就是二年班的时候 都跟了Dr. Patrick Lee 其实都做了 大概一年半的一些 的research 例如 可能有一些的 Air Measurements 就是可能设一下 PM2.5 PM10 一些花粉 细菌 都会有的 那还有一些 都去了不同的学校 例如可能 CU USD 其实都有一些合作的 project 那也有设计一些 的sampling 的testing 的device 那其实都是一个 很让你独立 就是去研究一个 作为一个lab experiment 里面 你要做些什么角色 那其实 在我Year Three Year Four 的lab 的一些 course 其实都帮助很大的 那另外 其实 在我三年班的时候 本身 其实是一个 德国的 去莫尼克大学 交换的机会 但是因为 COVID 的关系 所以我就暂停了 那其实我就选择了 了 一年的gap year 的时间 那我就首先去了 左边这间 OV 的公司 那一间顾问公司 那是一个 很好 就是很出名的顾问公司 就是做一年的联系 那我详细一点 说一下我们会做些什么 那其实最主要 首先就是做一些 的simulation 分别就是有 energy 和一些AVA 或者CFD 就是关于风的simulation 什么 例如 能力 那我们就会 帮一个 一个建筑 去测一下它 一般的 能源消耗在哪一方面 又或者看一下 它那个OTTV 就是它那个 平时可能日照 你那个时间 你入的那些 是有多少呢 那会不会说太热 或者太谷 不够先锋率呢 那我们就会做一些 一些评估 去给我们的 客人一些 一些feedback 那另外WIN 就是分有分 in-door和out-door 那譬如out-door 就是看看它本身 它的建筑 或者它的 site boundary 的那个 会不会说 这些东西 会挡住其他 那些风 对于其他的sensitive receiver 会有很大影响呢 又或者in-door 可能 譬如你安装一些 机房 机房 或者电子机房 会不会说不够先锋率 先锋率 就是那些 air change per hour 就是你会窒息的 那你不够风 你怎么办呢 又或者可能 你的冷气 你的厨房 或者你那些 就是那些 垃圾房 那些风怎么吹呢 那会不会说 可能有个死场环 就是它根本不能通气的 那这个设计 就会很差 那我们就会做一些模擬 那去给一些业主 或者其他客人 就知道 这个建筑 或者这个窗 应该躲在这个位置 或者怎么转 那最大的成功 就是因为 其实阿拉伯也是一家 好的公司 其实在阿拉伯做的 我已经 考虑了很多的专业证书 例如现在很流行的 就是一个green search 就是beam plus 我考虑了beam affiliates 又有regional commissioning vap 这些AP 其实我这些都已经有了 所以SE 和它提供的一些实习机会 其实都令到我之后 得了业都有 就是很大的帮助 另外 回到来 继续我year 3学习 其实我再 起一个深码 还有我有一个学期 是part time 就会去一个叫做新世界旗下的公司 亲创建 去做一个9个月的实习 那主要就是 最大的成就 就是帮助了 它那个新世界的一个headquarter 就是它主公司的楼宇 做了一个carbon audit 就是这个炭的审计 看看它排放得最多炭的emission 是哪一个位 以及提供一些方法给它解决 另外 我们也帮不同的工地 就是contraction site 就是地盘去做一些炭审计 因为 因为其实现在 就是EPD 或者现在全世界都在说 就是205年的一个carbon 的一个高升 就是要减可能50%的炭排放量 或者可能的climate change 要减至1点或者2%的一个温度 的temnature difference 所以其实它们现在 在carbon audit或者energy audit 都是一个比较社会的大趋势 就是这样的 其次 我在有空的时候 其实也有装了一些completion 其实也是很好地可以 应用到SE的一些knowledge 譬如左手边 我会看到一个叫做 Algibacteria bioreactor fasade 其实就是用 我学了一个就是 bioenergy 就是生物能的一个技术 就是将一些废物 去转化为一些有用的燃料 譬如左上角 你会看到一个建築 外面装上一些fasade tube 其实这些就是一些组类的管理 我们就是透过应用它 组类它有的养分 就是可能水或者太阳 它吸收完这些养分 就会去成长 然后再harvest了它 就是收成了它之后 就将这些的bio gas sorry bio mask 转成一些燃料 就去再做一个supply NG supply 这样的 另外其实 是的 就是也可以应用到 其实除了一个 algae你处理完 就是有些污水排放 然后我们也有学习一些污水的 一些 treatment plant 或者一个处理的过程 去排这些处理完的污水 就是我们可能 给它们提取完那些 carbon 就是carbon compound 之后 我们如何处理污水 那我们不是这样 排到大海的 其实SEE的课程 都会提及到 我们应该如何去管理污水 就是这样的 好 接着其次 其实我也有 Giantic的summer exchange program 其实 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 在这面 因为其实 除了在课堂内 你学习知识之外 其实你去到外国 都可以体验到 究竟在外国的工程里面 它应该会 他们的教学模式 以及他们的思维方式 会是怎样 我可以说的 其实真的很不同 而且它会很激发到你 因为始终是一个外国的地方 其实你一定要靠自己去提问 发问 以及要用外语去 就是会训练到你的 你的presentation skills 以及你的critical thinking 所以 SEE也提供了一个 好的机会给我们 去训练这些技能 另外也有提供 因为可能疫情比较少 但是其实 在我头一两年 都有很多的field trip 比如我们去这个 全港最大的 一个碳 碳的power station 在青山 另外就是在 南亚岛发电厂 就有一个wind power 另外其实T part 都有一个 转费为能的一个facility 其实另外也可以推介 去O part 就是在小豪湾 其实 现在来到 O part 2 都在2022年落成 每年可以 处理超过600斤的废物 都很值得我们去参考一下 另外在不同地方 比如公司 学校 其实它都有找我 或者去宣传一些的 renewable energy 例如 bio gas 其实都是SE 令到我学到不同的renewable energy 我再从而去推广给不同的部门 或者地方 或者学生 中学生 去训练一下 或者原来有这样的技术 原来废物都可以转做有机燃料 去解决这个能源短期的问题 好 讲到这么多 其实就 希望大家如果对于SE 其实有更加多的资讯 都可以follow我们 就是SE的一个IG page 其实都有很多 关于我们学生的一些achievement 或者其实甚至 可能一些admission的requirement 都会有的 那就 欢迎大家 来加入我们SE的family 好 谢谢大家